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三场英冠的比赛 那么第一场的话是西旺西在主场和西部洛姆维奇的比赛 第二场是诺维奇在主场和南安普顿的比赛 第三场是弗里茅斯在主场和沃特夫德的比赛 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 斯旺西在主场和西部洛姆维奇的比赛 那斯旺西这边的话 他们是25轮比赛过后取得了7胜8平石铺 目前G29分排在英冠第17名 现在这个排名也是比较靠后 那西部洛姆维奇的话 他们是25场比赛取得了12胜6平 7负的一个战棋 目前G42分排在这个英冠的第5名 整体来看这个排名来说的话 肯定是西部洛姆维奇要更好一些 但是在网季交手 包括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其实两对算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局面 咱们具体来看一下 西部洛姆维奇是网季交手和西部洛姆维奇 是4胜2平4福的一个战绩 那近期状态来看的话 斯旺西这边是2胜4平4福 西部洛姆维奇竞争昂比赛是取得了5胜1平4福 所以整体来看 两队这个网季交手也属于5开 近期状态的话 其实两队也差不了多少 并且我觉得在近期交手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其实希望希望斯旺西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因为他们进入5场比赛是取得了5胜4胜1平的一负的一个战绩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说西部洛姆维奇在现在的排名当中高出来 这个斯旺西有些高 但是在往级还是在近期都是有会给到希望斯旺西一些很大的压力 那来看一下数据方面 亚洲初期是给到了西部洛姆维奇这个025的一个满档 不过现在的话统一退到了一个025的一个中低的一个回报 那这个回报看起来其实对于西部洛姆维奇来说不太合适 因为在中期有故意倾向于西部洛姆维奇 他这个调档其实从高档调到中低档以后 也是在无形的给到西部洛姆维奇一些信心 也是忽略掉了希望斯其实他们在往级包括近期状态的一个优势 所以的话咱们这场比赛也是支持一首斯旺西 好来看一下第二场 第二场是诺维奇在主场和南安普顿的比赛 那诺维奇的话目前在联赛里边是10胜4平11负 目前积34分排在这个英冠第13名 南安普顿表现就比较好了 他们这边是25场比赛取得了15胜6平4负 目前积51分排在这个英冠第3名 往级交主记录方面来看的话 也是南安普顿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南安普顿是取得了6胜2平2负的一个战绩 那近期各项赛事比赛来看的话 诺维奇这边是取得了5胜2平3负 南普顿是取得了7胜3平 近这场比赛他们是没有败过的 所以这场比赛的定位的话 咱们还是定南安普顿要比诺维奇 至少高出来两个档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 亚洲初期是给到了南安普顿这个025的一个中档 也有给到满档的 不过现在的话统一调整到了一个0.5的一个高档 满档 那这个调整其实对南安普顿来说的话 我觉得有点起虎难下 因为他们最近这个状态确实非常好 再加上诺维奇又是一个两连败啊 所以整体看起来 我觉得这个0.5对于南安普顿来讲的话 也没有说是有很大的阻力 并且是给到了南安普顿这种高回报 因此的话这场比赛咱们也是看好这个 诺维奇能够在主场守住这个数据啊 守住这个数据 甚至诺维奇我觉得这场比赛在主场 有可能直接赢下比赛啊 好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三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咱们是看好 呃斯旺希啊 结论是主不败 比分是2比1和3比2 第二场的话咱们是看好诺维奇 结论是主不败 比分是1比1 2比1和2比2 第三场的话咱们是看好普利毛斯啊 结论是主不主不败啊 比分是2比1和3比2 两个比分 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